耶誕節充滿溫馨與歡樂 不過您可以想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 兩軍交戰的士兵是如何度過的嗎? 當時贏德兩國的士兵為了慶祝耶誕節 而停息戰火 成為歷史佳話 現在一家巧克力公司以這個故事為藍本 推出一份創意廣告 重演歷史感動觀眾 一起來看看 故事背景設在1914年的耶誕節前夜 十之一戰 西部戰線戰火爭旺 在寒冷飢餓中 這份遠方親人送來的禮物 更顯得無比珍貴 這時德國陣營傳來歌聲 受到聖誕歌曲的感染 英國陣營也以歌聲回應 不過這並不是雙方互動的結束 在耶誕節當天 雙方士兵放下槍枝 嘗試走近彼此 此時大家已經將戰爭拋在腦後 我的名字是Jim 我的名字是Otto 請認識Otto 不僅互相寒暄問候 拍照 更是踢起了足球比賽 如同老朋友一般 這令人感嘆戰爭的殘酷 到底掩蓋不住人性的光輝 最後即便不得不回到戰場 兵容相見 也將最珍貴的禮物 與對方分享 這部創意廣告 再現了一戰時著名的聖誕停火 充滿溫馨 引起網友共鳴 上傳網路幾天 就獲得900多萬的點擊量